接著我們會看人類的特徵遺傳,我們會看三種不同的例子,第一個就是血型,第二就是性別的決定,究竟是生到男生還是女生,第三就是性連結,有一些特徵遺傳會跟性別有關 先看第一個血型,人類有四種血型,分別是A型,B型,AB型和O型,四種不同的血型,其中一個是紅血球,表面有一些蛋白,叫抗原antigens 另外他們的血章,plasma的裏面,是有一些跟血型有關的抗體,分別是NTA的抗體和NTB的一些抗體 我們看看四種不同的血型,他們的抗原和抗體的情況是怎樣 A型血的人,他們的紅血球的表面就會有一些,我們用了綠色的三角形去表示,叫Antigen A的一些蛋白 而他們的血章裏面會有一些叫AntiB的抗體,就是一個粒在它的三角形 B型血的人,他們的紅血球表面有一些叫Antigen B,用一個正方形去表示 另外他們的血章裏面會有一些叫AntiA,可以對抗A的抗原的抗體,你看到就是粒在它的三角形 AntiA的意思就是可以對抗A的抗原,所以如果你想像就是把這些AntiA的抗體 放進一個A型血的人的身體裏面的時候,這些AntiA的抗體和A型的抗原 Antigen A的形狀互相吻合,就會令到紅血球會黏在一起,或者產生一個溶血的情況 平常聽過一些輸錯血的情況,就是因為譬如你把AntiA的抗體和Antigen A的紅血球 放在一起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溶血的情況 同一個道理,AntiB的抗體,如果你把它放進Antigen B混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粒進去的正方形,套進去B的抗原的時候,也會出現一個溶血的情況 所以出現一個輸錯血的情況 而AB型的人,他們的紅血球表面就兩種形狀的抗原都有 三角形,正方形 而他們的血漿裏面就是沒有這些跟血型有關的抗體 最後O型血的人,他們的紅血球表面就是沒有這些跟血型有關的抗原 當然有其他的Antigen在上面 另外他們的血漿裏面就兩種,NTA和NTB的抗體都有 這就是四種不同血型的人,他們的紅血球表面的抗原 以及血漿裏面的抗體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接著我們看回在輸血的情況 在輸血的時候,當你捐血之後 他們收集到的血液會首先把紅血球和血漿分開了 因為它有不同的用途 所以我們考慮,譬如我們要輸血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流失,血液太多 其實我們要補充那些紅血球 所以我們在考慮是否適合去輸血的時候 我們只考慮那個紅血球 如果進入了那個人的身體裡面,會不會出現熔血的情況 可以想像,譬如一個A型血的人 如果我們將一些B型的紅血球 即B型血的人他們的紅血球輸入去的時候 就會出現剛才說的問題 因為A型血的人會有NTB的抗體 所以就會出現熔血的情況 所以A型血的人不可以接收B型的血 另外,把AB型的紅血球放進去A也有問題 因為有這個NTB的抗體會黏上去AB型血型的紅血球的antigen上面 然後把O型的紅血球放在A就沒有問題 因為O型血的紅血球就沒有這些抗原 所以也不會出現熔血的情況 所以不會出現熔血的情況 然後你自己可以去看其他的情況 或者輸血的情況 比如B型血的人 你把A型的紅血球放進去的話 有問題了 把AB型的血輸入去B也有問題 把O型的血輸入去B當然沒有問題了 所以B型的血可以接收自己的血型 另外也可以接收O型的血 跟著AB型的人 因為他們的血章裡沒有這些NTA和NTB的抗體 所以任何一種五血球你放進去都沒有問題 所以AB型的血型可以接收任何一種血型的血 最後O型血的人 可以想像是因為他們的血章裡有NTA和NTB的抗體 所以無論你把A型的血球 B型或者AB型的紅血球輸入的時候 都會出現熔血的情況 所以O型的人只可以接收自己的血型 其他AB型的血都不能輸給O 看完4種不同的血型之後 接著我們看看血型是如何圍存在身體裡 血型的圍存 這個和其他我們之前講的例子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上面我們講的那些糕的高矮、顏色 全部都是由一個基因所控制 而這個基因是有兩個不同的form 或者我們叫兩個allus等位基因 例如我們之前用大T、細T去表示 我們用了一個大草 代表一個顯性的基因 一個等位基因 細草代表一個隱性的等位基因 但控制血型的基因是比較特別的 它有三個form 有三個allus 所以我們不能夠用一個英文字母大細草去表示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有三個符號 分別是IA、IB和細草I 三個不同的allus 因為控制血型這裡是有三個不同的allus 它都是同一個基因 不過有三個不同的form IA是令到紅血球可以製造到A的抗原 就是剛剛那個綠色的三角形 Ib就是可以製造到B的抗原 細草I就是代表沒有antigen的製造 如果這個基因是有多於兩個不同的form 什麼綠色酸 我們應該要 dział魚之外 再繼續看在不同的血型 它們的 selecting為什麼 基因型 基因類型 基因型 基因型 譬如這個低因的組合 Large t size viel т 如果genotype是两条Homologous chromosome都是带着IA的话 或者其中一个是带着IA,另外一条是带着一个细I的话 它们出现的这个phenotype都是A型的血型 因为IA是可以令到光红预球是会制造到A那种的抗原 如此类推,如果genotype是IBIB或者IBCI的话 就会令到它做到B那种抗原,所以它的血型就是B型 如果genotype是IAIB的话,就会两种抗原都做到 所以它会变成AB型的血型 这里你会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两个allelIA和IB 其实都可以表现它的特征出来 所以这里有个字去形容 这两个allel是codominance等显 即是它们两个就算放在一起的时候 都可以表现它的特征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看上面那两个,我们已经看到了 cI其实就是一个隐性的allel 因为如果它的基因型是IAcI的时候 其实cI是表现不了它的特征出来 cI就是代表它不能够做到抗原 iB和cI一样,这个cI也是表现不了它的特征 至于如果IA和IB这两个allel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两个都可以表现它的特征 所以这种我们叫codominance,一个等显性 最后如果两个allel都是cI的时候 它就会是一个O型血的血型 所以这里先去清楚 不同的血型它们可以有什么genotype 接着我们就可以用上次画的genotype diagram 去预计一个夫妇 究竟她生出来的小孩会是什么血型 先看看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O型血的爸爸 和一个AB型血的妈妈 她们生出来的小孩会是什么血型 首先当然要决定她们的爸爸妈妈的genotype究竟是什么 O型血,刚才提过 它的genotype一定是小i小i AB型血型的人 它们的genotype一定是IAIB 所以我们像上次画这个genic diagram 第一行就是parents的genotype 我们写回 跟着中间一个counter代表一个clause 跟着第二行就是 写回他们会做到什么games出来 根据Mando's first law 在做games的时候 那对homologous commosum会被分开 所以爸爸的genotype小i小i 他们只会做到一种games 就是带着小i 至于妈妈的genotype是IAIB 这对homologous commosum会被分开 所以有一半的games 就会带着IA 有一半的games 就会带着IB 那跟着寿正 我们用箭咀去表示 IA和小i fertilize 出来了 就会是IA小i Dominant 那我们先写 另外 Ib和小i fertilize 就会是Ib小i 那这个就是F1 第一子代 它们的genotype 那跟着也写回 究竟是什么血型 IA小i 就是A型 Ib小i 就是B型的血型 那它们的比例 1比1 所以这对的父母 O型 和AB型的父母 他们会生到 有两种可能 A型的下一代 或者B型的下一代 而比例 是1比1 50% 好 第二就是性别的决定 在讲 细胞分裂的课 的时候也提到 我们人有23对 的Homolegous Combosum 你会看到这个 Keriotype 这个图 它就会显示 我们那些 23对的染色体 那 它标记了 第一 第二第三 去到 第二十二对 接着还有一对 比较特别的 因为头那22对 的Homolegous Combosum 我们叫做Octosum 它们和性别的决定是无关的 它们会带着 控制身体其他特征的基因 你看到 每一对 原本它应该好像X的形状 但那两条染色单体 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你看到 就这样 好像只有一条单体 实际上 其实是两条单体 是拍在一起的 这一对 第一对 至于最后那一对 它其实是一对 叫做Saxchromosum 那你留意到 头那23对Octosum 其实它们的长短 粗幼是差不多 唯独这一对 Saxchromosum 你会看到 其实有一些是会有分别的 你会看到 特别是现在这个 这个BFO-Karyotype 这一对Saxchromosum 一条是 它Label了X 一条是Y 那如果这对Saxchromosum 是一个这样XY的组合 那它就是一个男生 而一个女生 它那对Saxchromosum 的组合 就会是XX 两条都是比较长的 你看到 那条X验识体 Y验识体 是短一点 那如果两条 Saxchromosum 都是X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女生 好,那我们看看 究竟生到男生 和女生的机会率 是如何去计算出来 那么 在爸爸的膏院里面 负责制造精子的细胞 进行这个减数细胞分裂 因为男性 刚才提到 那对Saxchromosum 是一条是长一点 叫X染色体 一条是短一点 叫Y染色体 这里用蓝色去游了 Y染色体 X染色体 红色那条 跟着 它做Games 即是Sperms 这对Saxchromosum 亦都会被分开 所以有一半的Sperms 就会带着一条X的染色体 另外一半的Sperms 就会带着一条Y染色体 当然其他二十二对 就没有画出来的 至于妈妈 那对Saxchromosum 两条都是Xchromosum 所以它只会做到一种的Games 就是带着一条Xchromosum 当然其他二十二条Octosum 就没有画到 接着在兽精的时候 如果带着X染色体的Sperms 和卵子兽精 这对Xchromosum 就会放在一起 两条X 所以它就会是一个女孩 如果带着Y染色体的Sperms 和卵子结合的话 就会生到一个男孩 因为这会变成XY 所以性别的决定 其实是取决于 爸爸究竟是哪些的精子 是和卵子结合 如果是带着Xchromosum的精子 和卵子结合 就会生到一个女孩 如果精子是带着Ychromosum 和卵子结合 就会生到一个男孩 所以生到男和女 其实是和妈妈没有关系 是取决于 究竟是爸爸的哪一条精子 是和卵子结合 而生到男和女的机会 根据这里 就像一个Genetic Diagram 一比一 50% 第三个就是Sex Linkage 我们之前说的 比如高矮 那些豆的高矮颜色 或者在人的身体里面 一些特征 比如有没有乙珠 那些的基因 全部都是在Octosum上 所以它们的遗传和性别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有一些身体的特征 它们的基因 是在Sexchromosum上 我们就形容这些特征是Sex Link 而刚才在Keriotype上面看到 那条Xchromosum是比较长的 而Ychromosum是比较短的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些和性别有关的特征 它们的基因 都只是在Xchromosum上面 才找到 那条Ychromosum 因为比较短 所以是没有这些Gen 所以有时候也叫这些特征 做Xlink 在Xchromosum上面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这个色盲 Colorblindness 正常的人看到 视觉的时候 不同的颜色 但是如果有色盲的时候 看到液的分辨 比如红绿的颜色 会出现一些问题 而这个红绿色盲 其实是一个Xlink 的一个遗传缺陷 因为控制 或者导致有没有色盲的 这个Gen 是在Xchromosum上面 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Xchromosum 那只要在Ychromosum 是没有这个Gen 那我们去表示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一个这样的符号 因为这里和性别有关 所以我们会用X大B X小B 去代表的allule 而大B 这个allule 是代表正常视力 normal vision的allule 那我们用了大草 当然都很明显 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dominant 一个显性的特征 正常视力 而有红绿色盲 red green colorblindness 是一个隐性的特征 我们就用细B 细草B 由于它是和性别有关 在Xchromosum上面 所以我们就不是这样 用大B大B 大B小B 或者小B小B 去表示 我们会加上这个X X大B 或者X小B 在它的右上角 在它的右上角 写大B 大B 或者小B 好 那么一个男性和女性 有什么可能的基因型 一个genotypes 女性 因为两条都是Xchromosum 所以一定是XX 而如果它是正常视力的话 它可以是X大B X大B X小B 意思其实就是 它那对Xchromosum 两条都是带着一个大B 这个allule 所以它是一个正常视力的女性 另外它也可以是X大B X小B 它都是正常视力 不过它就会带着一个有Sigma的allule 在另外一条Xchromosum 我形容它是一个carrier 带着一个有缺陷的Sigma的基因 不过它也是 Phenotype都是正常的 normal vision 至于如果女性是有Sigma的话 它的genotype一定是X小B X小B 两条Xchromosum都是带着小B 这个allule 至于男性 它的genotype一定是X和Y 刚才也提到 就是Ychromosum比较短 是没有这些 控制有没有Sigma的基因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男性是正常视力的话 它的genotype一定是X大B 和Y 在Ychromosum是没有这些大B小B 这个allule 而如果它是有Sigma的男性 就一定是X小B Y 所以 Sigma在男性出现的机会是大些 因为 女性 因为有两条Xchromosum 所以 就算其中一条Xchromosum 带着Sigma的基因 只要它另外一个是有Normal Vision的allule 它都会是正常视力的 而男性因为只有一个Xchromosum 所以它只要Xchromosum带着一个Sigma的基因 它就会有Sigma 那我们看看这个Sigma的特征如何遗传给下一代 第一个Case 第一个Case就是有Sigma的爸爸 和一个正常的一个妈妈 它是Homosigus 即是两个大B的带着 然后第二行 做到什么Gamets 爸爸做到两种Gamets X小B 或者Y 妈妈一定是做到X大B 这些Gamets 所以 所有的 他们生出来的 男孩 都是 视力正常 应该 所有的 生出来的女孩 都一样是视力正常 不过就会带着一个 小B 这个Allule 我们形容一下 一个Female Carrier 比例是1比1 第二个Case 一个正常的男性 和一个Carrier的妈妈结婚 即是Genotype X大B X小B 各自都做到两种Gamets 接着 首帧 四个可能出现的Genotype 是F1 我们也写回她的性别 这里 你会看到就是 所有他们生出来的女孩 都是正常的 而 他们生出来的儿子 有一半的机会是正常的 视力 另一半就是有色盲的 好 接着 我们在研究人类的一些遗传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回他们一些Categories 就像一个族谱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图 就是 某些特征 在不同的 年代里面的一些 个体里面 他们的特征是如何表现出来 这个叫做一个谱系 或者叫做一个族谱 那男性那些 我们会用一个正方形 表示 女性我们就用一个圆形去表示 一二 一二 就是代表两代的人 第一代的爸爸妈妈 一二就是爸爸妈妈 三四五就是他们的子女 中间这个横线连起来 就是代表他们结婚 一和二结婚 接着 打直线连在下面的时候 三四五就是代表一二的子女 他们的 那我们怎么去由一个族谱里面 去决定到 究竟某一个特征 究竟是险性 Dominance 还是隐性 另外 也可以怎么去预测到 在下一代 的时候 某一个特征出现的机会率 会是如何 那我们看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 遗传的缺陷 有六只脚趾 六只脚趾 那它也是由一个基因 所控制的 那我们看回这个 Pedigree 黑色是代表 是有这个六只脚趾 这个情况 白色那些就是normal fit 那我们看回这里有两代的人 一二是爸爸妈妈 三四五就是他们的子女 那你看到 爸爸妈妈都是有六只脚趾 三和四就是正常 五都是有六只脚趾 那就这样看这个族谱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可以决定到 究竟 六只脚趾 是不是一个 显性 或者隐性的基因 还是normal 是一个显性 还是隐性的一个基因 那么 那由这个族谱里面 我们会看到 四号是normal的 正常 那所以 那所以 我们先去做一个推论 现在 如果它是正常的话 那它一定会带住最少 一个正常的allule先 因为这个allule 就是令到它是 会 是生到出来有正常的脚趾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 哪个是险性 或者隐性 所以我们 可以说 它至少最少有一个 normal的allule 而这个allule一定是由他爸爸 或者妈妈传给他的 就是一或者二 一或者二 可能都会有 最少有其中一个人 是会带着这个 有六 sorry 这个是一二 我们先看一和二 一和二 一和二 都是有六只脚趾的 所以 它们一定会有一个 六 令它们会变成有六只脚趾的allule 所以 刚才最开始就看到 因为四是normal 它一定会带着最少一个normal的allule 而这个allule 一定是由他们的爸爸 或者妈妈传给他 所以 一或者二 刚才也提到 它们是有六只脚趾 也都 一定最少有一个 六只脚趾的allule 而 刚才 四 有一个normal的allule 是由一或者二传给他 所以 一 和二 最少其中一个 会是一个集合子 即是 又有normal的allule 又有一个六只脚趾的allule 那 在一个heterocytus的情况之下 只是显性的特征才能表现出来 所以 六只脚趾 这个allule 就是一个显性的等位基因 那我们就由这里可以做到一个推论 在一个族谱里面 去看看哪个才是一个险性 或者隐性的特征 那由族谱里面看到 其实很明显一二是有六只脚趾 但是他们的子女里面 三和四 其实都是normal的 那就是说 这个normal的特征 在一二那里 因为都没有出现过 但是在他们的下一代又出现了 所以很明显 normal这个特征 一定是隐性的 recessive 那我们就由这个族谱里面去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爸爸妈妈都是一个相同的特征 但是在他们的子女里面 是出现了一个不同的特征出来 OK 比如一二都是有六只脚趾 但是他们的子女里面 有一些是正常的 normal 是没有在一二那里出现 但是在他们的子女出现 所以这个normal 这个就一定是recessive 隐性 那而一同二 因为都是有六只脚趾 而这个也都是一个 刚才推论了 是一个险性dominant的特征 但是他们也会生到一个 有六只脚趾的小孩 就是五号 五号的genotype 如果根据刚才我们推论了之后 一定是一个homozygous recessive 一个唇合子 隐性的 所以一二 都一定是homozygous 即是都会带着一个六只脚趾的 一个allule 那我用转的diagram去表示 比如大f 表示 是有六只脚趾这个allule 因为是dominant 显性的 小f就是代表normal 所以一二 其实一定都是homozygous 大f小f 然后他们会做到各自都做到两种的gamets 他们的下一代 f1 大f大f 大f小f 和小f小f 那么normal fit这个就是小f小f 那有六只脚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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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例上应该会多些 和normal的三比一 跟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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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一课最开始的时候提到 在生物之间会有一些差异 variations 那虽然同一个品种的生物 它们很相似 但是它们之间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这些花 和一种品种的花 它会有不同的颜色 那这些的差异 或者叫变异 我们会分成两类 第一类叫做continuous variations 第二类叫做discontinuous variations 那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 continuous variation的意思就是指 介乎两个极端之间 比如我们在这里看例子 比如高度 看重皮肤的颜色 比如高度 我们用高度例子 这个特征介乎最矮和最高之间 还会有一大堆的人在中间 我们叫做continuous range of intermediate phenotypes 最高最矮之间还会有一堆人 在中间的高度 那通常这些continuous variations 特征是由很多个基因所控制的 另外它也比较容易受到 那个环境的因素影响 所以它们的遗传就会比较难去推测 比如你爸爸妈妈都是很高 但是可能生出来 你也是会是矮的 有可能会是 而如果你画一个histogram 去看一个群体里面的 比如高度分布的话 介乎最高最矮中间还有一堆的人 而他们的数目通常会比较多些 最高和最矮最extreme的数目会比较少 那我们就会得到一条 我们就会得到一条 normal distribution curve 而 discontinuous variation就是 其他例子 其他例子包括了 一个叫tung rolling 有些人可以卷鱼 有些人可以卷到那条鱼 有些人可以卷到那条鱼 有个roller 另外有些卷不到 有些人可以卷到那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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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进行 就是交换了其中一段的染色体 所以就会出现更多的不同的地方 看到了 现在这一对 蓝色、红色这一对 Homologous Chromosome 在做Miosis的时候 其中一段的Chromosome 是交换了 就令到出来的 做出来的Gamix 会有更多不同的组合 另外在寿晶的时候 就是Random 所以 雄性 的Gamix 的Sperm 和女性的卷子结合 变成首晶卷 也有更多不同的组合 会出现 另外本身的男性和女性 身体之间的特征 也会有差异 第四就是一些 特变Mutation 在前面说 DNA 複製的时候 通常都是很准确的 複製的 但是也有可能 会出现 抄错了那些 简基的次序 使身体出现了不同的特征 当然这个 不是那么常出现 而如果这个突变 是出现在身体的普通细胞 比如皮肤的细胞 出现一些遗传的突变 那么这个改变 其实是pass不到去下一代那里的 因为皮肤的细胞 不能够传到去下一代 但是如果这个Mutation 是出现在 制造Games 那些cells 那里的时候 这个的转变 就会pass到去下一代 第二就是环境的因素 环境会影响生物的 那个Phenotype 是怎么表现出来 例子就是 一些identical traits 和卵的孖生 那他们的genotype 其实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 受精卵分裂 变成两个个体 他们带的基因应该是一模一样 不过环境的因素 比如你给不给足够的食物 的时候 很明显就会影响它的体重 所以一些身体的特征 会受一些环境的因素 所影响 另外 这个韭菜 变成绿色 和另外一种叫做 狗王 其实是同一个品种的生物 不过 韭菜 就是在有阳光照射的时候 它种植的时候 它就会生出来 变成韭菜 而如果我们在种韭菜的时候 用一些布盖住 让它接触不到光 它就会生出来 变成一些叫做狗王 因为要制造叶绿素 是需要有光 才可以做到的 就算它带着 去制造叶绿素的基因 如果没有光 它都做不到叶绿素出来 它是了